这段视频我们从劈腿出轨的角度来讲一讲 我们一起去吃饭 他带了他两个所谓他口中特别好的两个朋友 我们从坐定开始 他的朋友就开始当着我的面聊他的前女友 聊了整顿饭 在媒体宣传上 证据性对外的说法是 2007年3月份和灰姑娘办理的离婚手续 但具体是什么时候不得而知 大概率上来讲 这个日期是他们认为 能够避开小三尚未嫌疑的合理日期 他和他云姐认识的时间 对外的说法是2007年7月份 应该只会早于这个时间 因为郑居星过来找我聊摇滚脏王合作的时候 他就带着他云姐 当时大约就是2007年的7、8月份 这下就有意思了 云姐的控诉中提到的郑居星的前女友 肯定不是郑的前妻灰姑娘 不可能这么多人同时误称她的前妻为前女友 因此呢 即便按照他们对外声称的时间 郑居星只有三四个月时间的空窗期 即便郑居星交女朋友是无缝连接 那么这个女朋友顶了天 也就和郑居星交往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不合常理的地方 如果只是三四个月的时间 这位前女友又怎会给郑居星的朋友留下如此多的印象和话题 以至于可以让这两位郑居星的朋友聊了一整顿饭的时间 所以从常理来讲 这个郑居星口中的女朋友交往的时间 肯定是大于甚至远大于三四个月的时间 既然大于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那么这两位谈论的郑居星的前女友 就不应该成为郑居星的前女友 而是郑居星和灰姑娘婚姻存续期间的出轨对象 另外呢 她云姐 你可能本身连小三上位都算不上 因为你的排位排不到那么靠前 但是你最终成功的上位了 你是赢家 恭喜你 不过她云姐在镜头前 如此坦荡地谈论自己老公疑似婚内出轨这事 也确实是有意思 一个自己都不知道应该算作是小姐的云姐 居然因为排在前面的小三或者小四 而在镜头前爆料控诉自己的老公 也算是郑居星的又一个猪队友 感谢她云姐大于灭亲 为我方做出了贡献 也恭喜郑居星得此汉匠一枚 恭喜